大家好,我是Semi全球行销长及台湾区总裁Terry 在这段非常期间,为各位带来久违的问候 COVID-19的疫情持续延烧全球 相信大家与我一样,每天关心疫情的最新动态 为疫情的发展而游行 突如其来的疫情也打乱了全球电子供应链的节奏 而台湾在政府与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 疫情控制的程度远优于各国 而且并没有封城、停工、停产的现象 预期这波的疫情对台湾的经济影响 将会低于亚洲其他的邻近国家 而Semi台湾在本次的COVID-19的防疫战中 也秉持一贯聆听产业的声音 解决产业问题的角色 来针对疫情所带来的影响 于第一时间汇集产业会员的意见 持续透过产业与政府的积极沟通 协助所有的企业伙伴 能够及时获得所需要的资源 另外,也因因疫情所带来的冲击 我们调整了许多活动进行的方式 除了推出多场线上的论坛 进行产业趋势的调查 以分享科技防疫企业的案例之外 我们也将所有的资讯同步更新于Semi台湾COVID-19的公告网站 帮助所有的企业会员能够及时掌握Semi因应疫情所公布的最新消息 身为全世界的一份子 Semi也希望能够尽一己之力 与各方伙伴共同努力迈向疫情平息的那一天 并且确保在这段期间 能够保护各个企业与工厂的稳定营运 同时积极沟通产业纾困的需求 以其社会能够加速回归日常生活的正常运作 再一次祝福各位能够保持身体健康一切平安 谢谢